接下來是由T帶來的論證公共議題論述會整平台 請問 哈囉 大家好 這邊的話是要去介紹 就延續上一次的報告的專案 就是論證公共議題論述會整平台 那上一次有講到說就是 一開始的設想是說就是藉由爬蟲然後去蒐集原始資料 或者是傳統媒體或新媒體 KOL的資料然後把它整理成就是Google Sheet 然後再用那個TrackGT來去做會整 那這段期間呢就是有跟很多就是 資深的坑主然後就是有跟他們去做討論 然後他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助 像是那個 Roni就建議說就是先從一個就是比較簡單的一個架構 然後來去開始 就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然後來去做處理 這樣子會比較避免說就是爬到就是多餘的資料 然後來去讓整個專案變得太膨脹 那在那個我在嘗試就是做爬蟲的過程中也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這個是爬那個公視的那個YouTube的頻道 然後發現說就是它的影片就是其實有一些是比較 比如說像是要有台語台語類型的或者是說有那種國際新聞的那種專題的那種報導 那這一種的話就會在爬蟲上面就會梳理就會變得比較複雜一些 所以這裡就是把它簡化 那最近呢就是對於死刑辯論這一個議題就是大家就是那個蠻重視的 所以就想說能不能把這個死刑的辯論 視線的那個辯論 然後把它去做整理 對那目前想到的是說就是用那個MIRROR這個新制圖 然後去簡單去整理就是正反方的論點 對那這一個的話就是人偉還會在跟那個吉阿爾坑主 比如說跟Peter或Mr.R Lee然後來去做討論 好以上謝謝 好